哈喽大家 今天试色千里黑管1-7所有色号 分为棕掉三支 紫粉掉四支 然后这款唇膏是染唇的 颜色相对持久一些 从01号无花果棕开始 这个系列发色薄透受唇色影响很大 这一支是低饱和的米棕色 带一点橘调 这系列要厚涂才能涂出水光感 因为我是深唇 所以效果类似裸唇色 带一点点健康的橘调 02号是鲜亮的橙米色 这支我很喜欢 深唇友好 上嘴明媚阳光的感觉 这个也让我想到 Kate家的怪兽口红是用感很类似 但实际齿色效果还是有差距 下一支是03号可可棕 是带微微红掉的棕色 发色薄透 所以结合唇色有点MLBB的颜色 后涂棕掉会明显一些 整体低调又日常 非常适合日常通勤 生唇也能驾驭这个颜色 好了 接下来几支都是粉掉的 来看04号温柔粉 这支饱和度相对较低 是明亮的粉色 更推荐浅纯姐妹 虽然我是深唇 但也很喜欢这支 我喜欢拿大厚涂 很活泼很春夏 下一支是05号古典玫瑰色 这一支我很喜欢 是这个系列里相对饱和度最高的 带紫掉的玫瑰色 深唇无压力 而且在黄皮脸上 又显白又体气色 这颜色让我想到 AKF唇尼M07 那支海盐太飞糖 黄皮素颜也可以嫁于 最后两支 0607是新色 都是低饱和的 06号是玫瑰米色 因为低饱和加米色调 所以和唇色融合度就更高了 效忠深唇就约等于涂了个寂寞 厚涂的话 勉强可以当粉掉的MLBB透明唇釉来使用 但是一定要带妆 否则没气色 最后一支是07号 甜美玫瑰色 这支我也有点喜欢 是带玫瑰调的红紫色 自带清冷感 更适合冷皮橄榄皮姐妹 总之这个系列不输他家白胖子和金管的品质 比他家新出的白管好用太多 bye